hello 各位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社会的小冬 今年年初的时候 小冬和大伙聊聊 2019年这些厨艺荣木 没钱买资料 然后住个垃圾 喝酒飞色疼 还有章指导 扇贝又有跑路 还有康美药业 三百元资金 不翼而飞的这些奇葩事 仍然是记忆犹新 2020年过去了 咱们看看这一年 10月人呵呵搭的股票 前十月经常都收获了一个网单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了 直接上个单位 第十位 扇贝跑路 扇贝呢 这好歹是个活物 在那洗粉也会跑路 这马上成了劲了 洗粉都可以玩平空小室 有什么秀吗 这不 网州浪奇就给大伙玩了这么一出 秀智商割韭菜 第九名呢 老话说 熊兔脚扑朔 瓷兔也明明 有足网络说 你还能变我是熊子 前几日还只是财务理局 过两天就直接改 董事长投赌概念服 怎么着 你们的生意不是天天下上市 天天上镇的基本走的吗 财务的问题 加上投赌的概念 再露点什么信批的料 怎么着 这是大麻将三却一吗 第八名 德润电子 我从哪里来 还回哪里去 扣非净利润 暴增14倍 新东部 买我买我还是买我 P也还特别低 才15倍 还是新能源地车概念服 逢柳持仓 物手的信号 基本面也在线 脑门上写满的 都是买我买我买我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 就坏得很 涨停过后 连续的跳水 我真是从哪来到哪去 人家的故事是喜好 就能回来 拥有明昊昊昊 第七名 玉金刚师 2019年年报来的最晚 也是最大的一颗雷 报在清洁休市 瑞幸咖啡的 这个明显照两档中 51.51的亏损 35亿的市值 比数值科技 亏到只剩底部还厉害 直接就把市值都给击穿了 第六 中田股份 二三月 60块钱启动 值问220块钱 两个月三倍 你心动还是不心动 一个故事大王 一个关于玩耍小学生 智力测验的这种故事的 龙头股就诞生了 销售费用占比 从70%多的高位 直接跳水到多少呢 3% 代工厂挣得比 被代工企业行业龙头还多啊 富士康 你看看你 你羞愧不羞愧 脸都该绿了吧 你看看人家 大数据 云计算 芯片 什么热 我搞什么 你们喜欢听什么 我就讲什么 基本面 这不重要的 我是最会讲故事的 第五名 中电电机 请我们为中电电机 求之如何的总经理 鼓掌 总经理亲自下场啊 翻墙到竞争对手的场区里 偷拍 让我们对这个电视剧里 神神归归的商战 有了一波新的认识 什么抢功章啊 普尔投赌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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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说五第四名 北京文化 吴京老师的战狼让北京文化 既是转的多了眼球 也转满了腰包 俗话说的好 能人背后 有能人胜 北京文化用实际性的报酬门 上战不止有对手 还得有助力 举报人楼董事长 自己吃午说 发明国还不忘爱此朝阳取众 举报老东家北京文化 亏损了二十多亿 除了一海 第三名 天山生物 什么叫做无中生有 天山生物 告诉你 明明一下养牛的企业 搭着送猪上天的鞋中 也就一道成风而去了 你这是养猪了吗 我没有 说你养 你就养 说你有 你就有 你没有 也有 就这么在媒体和监管机构的 不断捶打下 连弯的涨停 咱们是告诉我 也不行啊 开玩笑 我超勇的 第二名 大名鼎鼎的瑞幸咖啡 一个临时工蹲点数数 就做空了的 提名新法克 华人之光 纳斯达克的伊士流 搁着美帝的韭菜 丢着国人的脸面 不知道该感谢浑水 还是该恨浑水 也不知道这赤裸裸的编 赤裸裸的骗 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脏 这到底是一杯咖啡 能承载的东西吗 接着是我们的第一名 树枝科技 是它 是它 就是它 2020年当之无愧的 雷中之雷 王中之王 不报不知道 举报吓一跳 昨日你收盘 市值上有64亿 今儿个它就商议 简直61亿 能不能给大家点活路 能不能给自己点活路 盘回去的钱 你倒是给韭菜们留点啊 都说年底洗大澡 大兄弟 你这是奔着洗 吐鲁皮去的吗 我洗劲 OK 这就是本期日新社的节目 我是小冬 欢迎大家评论 点赞和转发 青山不改 绿水潮流 咱们下期见